最新作品《Pokemon 豬子》在6月1日突然發布相關消息 今次有什麼消息呢?我們來一齊看看吧 今次的新作是本系列第一次出現兩位精靈博士 而根據你所賣的版本會有所不同 一位是奧林,一位是福濤 如果選擇豬的話會是奧林,子的話就是福濤 他們的名字都有一些特別的含意 奧林,來自拉丁文的奧念,意思指以前 另一位博士福濤,來自拉丁文的Futurum 意思指是秘來 畫面一轉來到新作品的宇三家的畫面 新葉貓,呆火惡,潤水鴨 在以往的發布當中都出現過 然後就是新的角色尼莫 他是主角的朋友亦是主角的前輩,會引導主角 雖然他在對戰方面很可靠 但實際上他不擅長扔這個精靈球 預告片也提及到一個新作的新特點 就是支持最多四個人一起玩 可以進行交換,對戰,還可以一起冒險 難道可以四個人組隊,虐打NPC? 以往被監禁的精靈在新作 終於有機會重見天人 嚴準一家,電龍一家和一些新精靈 迷你符,橄欖精靈 根據他的介紹,受到驚嚇或被襲擊時 會噴射出一些油 令對方的動作變得遲緩 並且趁機逃跑 估計應該跟白鳳鳳的能力定位差不多 愛吃團,一般屬性 原形為西班牙伊比利亞黑豬 沒有甚麼特別,一般作品家門的精靈 話說回來,為何沒有見到新作的家門料出現 難道這次是沒有? 還有一隻在開始出現過的鼠類精靈 布伯 又又又再出現一隻的電鼠類精靈 最後就是封面神獸的部分 古拉頓,古拉爾,古拉爾 古拉爾意思也指過去 而米拉頓,米拉爾,未來 雖然這個神獸改名好像很特別 但不得不說的就是這兩隻精靈 樣子衰到極點 兩隻外形可能來自龍 獵色和摩托車的結合 看來就好像獸型的摩托車 然後新作的Pokemon Center中心 外形就好像一般的加油中心 原來是這樣 新作是賽車遊戲 新熱貓,外伙佗 新熱貓,外伙佗,潤水佗 是不是白癡那麼難讀? 響水佗 讓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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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